大家好,我是Frank 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面 我们讲了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小姐姐 在学签第三次悲剧之后 如何用一封解释信来打动法官 最后取得司法复合成功的故事 那今天是这个拒签大揭秘系列的第五个故事 我们讲的是一位26岁的中国女留学生 她学签两次悲剧之后 如何通过司法复合的方式为自己翻案 那她这个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这位主人公她的名字姓张 是一位26岁的来自中国的女学生 那我后面就简称她为张同学 她的这个故事其实不太复杂 我简单的整理一下是这样的 张同学她本科就读于国内某个高校的广播和主持专业 熟悉这个专业的人可能都知道 你如果说毕业之后 你不能进入电视台工作 基本上你毕业之后 你就意味着失业了 你要想找别的工作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且那会儿还没有所谓的什么网红 主播或者YouTube之类的 所以张同学觉得 我这个去电视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我还不如就出国吧 所以她这个思路也比较清楚的 这个不想走电视台的主持人这条路 想出国去出国留学 那2012年的年初的时候 张同学获得了加拿大的 迈吉尔大学的英国语言文学和文化项目的一个入学offer 这个迈吉尔大学可能很多人听说过 迈吉尔大学呢 是加拿大数一数二的名校 基本上相当于国内的清华和北大 那唯一的区别呢 就是迈吉尔是真世界一流大学 而不是说自己开会就决定自己是一流大学的一流大学 所以呢 这个真世界一流大学的迈吉尔大学 位于蒙特利尔的皇家山 我去过那个地方 它是非常充满欧洲风情的一个校园环境 非常漂亮 但是我一查啊 这个张同学去的这个迈吉尔大学的英国语言文化项目啊 它并不是一个正规的本科或者硕士学位的项目 因为我也觉得 以张同学的这个背景 想去迈大念英国语言文学方面的课程 其实是比较难的 所以我一看 它既不是一个正规的本科项目 也不是硕士项目 而是一个被迈大归类在了继续教育的这个类别里面 说白了 它其实就是迈大迈吉尔大学开的一个语言班 给那个英语非母语的人士提供学习语言的一个环境 那是迈吉尔大学下属的一个继续教育的类别里面的这个课程 那张同学拿着这个迈大的语言班的offer申请学签 那签证官火眼金睛 你跑到我们这来学语言 那移民倾向大大的 所以他就直接把他的这个第一次学签给拒了 那张同学我足迹 他可能是一开始申请卖大这个语言班 可能是自己DIY 他没有搞清楚你申请语言班想办学签 那是基本上不可能的 然后呢你这个也有可能是被中介给吭了 总之他第一次签证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拒了 那么第二次申请签证呢 在讲这个之前 我又稍微讲讲 到底什么情况下需要申请学签 那首先加拿大的法律规定 六个月以内的课程是不用申请签证的 比如说我们跑到加拿大来 通过旅游签入境 上三个月或者六个月的语言班 这样的课程 或者说你三个月的什么 什么这个学习开飞机 或者三个月的学习护理 六个月以内的短期课程 是不需要申请学生签证的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 需要记住这一点 第二只有指定的这个学习机构 我们叫做Designated Learning Institution 才能够申请学签 你要是说我跑到加拿大来 我跟某个师傅学习开飞机 然后呢他既不是一个大学 也不是一个学院 他就是这个像私塾一样的 或者说徒弟师傅教徒弟的这种 你是来学习的 但是呢你不在指定的学习机构里面学习 哪怕你学的时间是六个月以上的 你也不能够申请这个学签的 所以指定学习机构的概念 Designated Learning Institution 然后呢学习的时间是六个月以上 然后呢公立的学校 私立的学校 或者说可能是这个小孩来念书 可能是初中高中或者小学 都符合这个要求 都是符合这个要求在内的 然后呢如果你是来上语言班的 在上语言班期间 包括你普通的学签 在上学期间的打工是有限制的 比如说我拿着学生签证来上本科来上硕士 在上课的期间 在一个学期之内 你每周的打工时间呢 不能超过二十个小时 寒暑假可以随便去打工 这个是学签的一些 跟学签有关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如果你申请的这个专业 它是有代薪实习的 英文叫做COOP 如果你是有代薪实习的 你需要单独为这个代薪实习 申请一份工作签证 这个叫单独申请的 别到了马上要代薪实习了 你发现我没有这个实习签证 没有实习工签 那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跟学签有关的一些细节 那我们回到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里面来 我们张同学在这个第一次签证失败以后呢 他又申请到了一个学校 那个学校的名字叫做RTC技术培训中心 申请了这个学校的这个桌面出版专业的offer 你看他这个专业跨度比较大吧 从这个主持人专业 主持专业跳到了这个语言班 然后语言班呢 又跳到了这个桌面出版专业 那他是申请了第二次的这个学校的offer 然后呢 我在网上面简单查了一下这个RTC技术培训中心呢 我会发现这个培训中心有很多中文的材料 有很多中国的这个移民网站都在介绍这个学校 根据网上面的描述呢 这个学校是一个魁北克省最大的英语技术职业培训中心 然后呢 他们拥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技术设备 全面为学生服务等等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堆描述 这一听你开 这不就是蓝祥技校吧 对吗 它其实就是一个以培养职业技能为目的的学校 然后呢 其实RTC这个学校在魁北克省的这个移民圈里面 前几年还是挺有名的 因为在2010年到12年那会儿 在差不多10年以前吧 它是魁北克省 大家记住 魁北克省是讲法语的 它这个学校呢 RTC呢 是为数不多的在魁北克省 以英语教学的一个学校 然后呢 你毕业了以后 还可以拿这个学校的毕业的这个文凭 去申请魁北克的这个PEQ 叫魁北克经验类移民 所以 这个明眼人一看 就是你申请这个学校 无非就是通过去那边 在一个法语省份里面 侥幸的上了一个英语的学校 然后呢 拿这个英语学校的毕业的文凭 去申请魁北克省的这个经验类的移民项目 这个PEQ 那这个呢 其实一看就知道 是拿上学来作为跳板的 那不管怎么说 我们的张同学啊 提交了第二次的学签 在2012年的8月10号 签证官呢 把他第二次学签也拒了 理由如下 第一个理由 张同学呢 是跨专业求学 他的留学目的存疑 对吧 你明明是学播音主持的 你跑去学什么周边出版 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 似乎没什么关系嘛 他是一个跨专业的 一个求学 第二呢 第二个拒签理由是说 张同学的财务状况 无法支持在魁北克期间的 留学和生活所需要的费用 说他钱不够 第二个理由是说他钱不够 那么因为已经是第二次拒签了 所以张同学觉得呢 你再去申请一次 一页也不大 所以呢 他直接向联邦法院提交了司法复合 他说 你第二次拒签我的这两个理由 我是不认可的 我不承认 我需要让法官们来帮我看一看 到底是不是你的拒签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 他这个事情呢 到了2014年的5月份 法院才开庭 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呢 叫做Luke Martino 他呢 在开庭之后呢 他 张同学就说了 这个认为移民官的两个拒签理由 是不合理的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法官是怎么看这个案子的 首先呢 针对第一个理由 跨专业求学 有非法治疗的可能性 那张同学呢 他其实也是有备而来的 他提交的这个解释信 提交的学习计划里面说了 我为什么要选择RTC的出版专业呢 因为啊 他有一个未婚夫 有个男朋友 他是在做这个行业的 然后呢 他希望自己也学了出版专业之后呢 跟男朋友一起 在毕业之后去创业 他还强调 他的这个男朋友 未婚夫 已经在中国呢 给他买了一套房子 并且呢 他也希望自己学成以后 回国去照顾父母 然后呢 跟这个男朋友 未婚夫一起 在这个中国 开一家这个出版 桌面出版方面的这个公司 那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在里面的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解释 签证官是否还可以拒签呢 我们来看看法官 法官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那法官认为呢 张同学在学习计划里面 已经明确的提到了 学习桌面排版的专业 是合情合理的 移民官呢 不应该无视这个原因 他说我学这个 是为了以后跟 我为了以后跟老公一起去开公司 一起创业 你在做拒签的时候呢 你不能无视这个原因 签证官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呢 没有充分考虑 没有充分的考虑 和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 因此法官认为啊 签证官得出的第一条拒签理由 就是跨专业的理由 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是不合理的 把他的第一条理由给驳回了 就是签证官在拒签的时候 他这个事实是 他确实跨专业了 但是人家提供的解释信里面 说的很明白 我跨专业就是为了想和老公一起去创业的 那这个事情合情合理 你再用跨专业的理由去拒签它 你必须把这个事实也进行驳回 也进行分析才行 他没有分析 直接说你跨专业 我就拒签你 那这个事情是不合理的 所以法官很容易的 就把第一条理由给驳回了 第一个回合 我们张同学获胜 那针对第二个理由 财务状况 财务状况的时候呢 其实张同学也是有备而来的 他在提交的这个解释信里面 是这么说 他说RTC学校的这个桌面排版专业 他的申请费加学费 所有的加起来 一共是14,990加币 然后张同学 他已经支付了其中三分之二的费用 他已经预先把学费存到学校的账户里面去了 并且付上了存款的收据 同时他还付上了一张 父母提供的28万人民币的存款证明 大家注意 那个是2012年的时候 那28万其实相当于也是不少一笔钱了 因为差不多10年以前 那也差不多6万加币 那6万加币在2012年那会儿 够他在魁北克生活一到两年完成学业 所以他的钱其实是够的 其实是充足的 那有了这样的材料以后 法官就质问移民局了 人家明明提供了这个学费的缴纳凭证 和家里的存款 你为什么还会得出一个说 他学费不足的这么一个理由 对吧 尤其在人证物证拒债的情况下 张同学申请材料里面提供了清晰的 学费收据的复印件和这个资金来源证明 法官因此在他的判决里面就说了 他的移民局做决定 你必须是基于事实和在事实的基础上 才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的英文的原文是 The decision must be based on reasonable findings of fact and must be based on the record at hand 就是你手里面已经有了这个证据了 你还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 这基本上等于对移民局大吼 说你眼睛瞎了嘛 人家给你放了这个付款凭证和存款证明 你还说人家这个资金不足 你凭什么得出这样的一个相反的结论 所以这个话其实 等某种程度上 其实法官对移民局还是比较特特的 所以第二回合我们张同学又胜了 最后法官支持了张同学的司法复合 他的学签发挥移民局重审 最后他学签的大概率也是通过了 我没有在网上面查到张同学后续在加拿大学习的任何的信息 然后他上这个魁省的这个学校 这个RTC其实是魁省比较有名的一个移民学校 这条路并不是那么的顺利的 因为魁省经常做大地震一刀切 然后这个PEQ项目也是前前后后的不同的 经历了好几次比较大的辩证 PEQ改过那个专业列表 然后搞过什么法语面试 然后又缩减配额 最近又开始搞什么价值观考试 反正有一大票在PEQ混不下去的人 前两年都跑去曼省了 所以这个魁省做PEQ的故事很多 我今天就不展开讲了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故事里面的张同学 最后通过PEQ顺利的完成了一名 并且有机会留在加拿大 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案子给我们有一些经验教训 但是我想通过这个案子 其实有些人就会有疑问了 说那我跟这个张同学情况也一样 我也是跨专业的 我也是道读的 我也是大龄的 凭什么今天你讲的张同学 和上次视频里面的 那个巴基斯坦的小姐姐 凭什么他们俩就赢了 那我同样情况 为什么我就被拒了 这里面有什么区别 那我今天就要延伸再讲一讲 就是在移民的这个申请当中 这个司法复合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的人就说了 你们这个加拿大对吧 这个是英美法系的国家 那么法院的判决是法律的一部分 那为什么法院判了那个张同学和上次 那个巴基斯坦的那个小姐姐 为什么他们道读大龄 可以获得这个法院的支持 为什么我申请签证 我也是大龄道读 我就被拒了 那我的情况是否也适用法院的这个判例呢 那这个情况 其实我们需要正确理解 到底这个司法复合是怎么回事 那加拿大的这个移民法 它属于行政法 英文叫做Administrative Law 那顾名思义呢 他的这个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用来这个移民法的立法 他是用来指导和约束 国家的行政机关 也就是指导移民部门 是怎么样去行使自己的权利的一种法律 移民法里面规定了很多细节 那么签证官在干活的时候 就要按照这个法律里的细节 去去一步一步的去执行去操作 那我今天包括之前讲的几个故事呢 都提到了这个司法复合的概念 那是加拿大这个司法复合啊 是加拿大的联邦法院 用来复合英文叫做Review 就是用来复合移民局 在根据移民法进行签证 移民审批的时候 是否存在错误 或者不合理的情况 那司法复合呢 也会检查行政决策过程中 是否存在歧视 或者说缺少程序正义等等问题 说白了 它这个司法复合这件事情啊 是看政府在依法行政过程中 是否出现问题的这个环节 那我们呢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移民法规定 在加拿大有一年工作经验 并且满足其他条件的人 可以通过申请加拿大经验类 我们叫CEC的方式来办移民 那当一个CEC类的移民申请 提交给签证官的时候 如果签证官拒签了这个CEC的申请 并且说你的这个工作年限没有满两年 所以我拒签你 那这个时候呢 签证官就错误的理解了这个移民项目 错误的使用了这个移民法 因为法律里面规定 只要有一年 你就可以做CEC移民 他要求人家两年的 说明他的这个业务能力有问题 他是出错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被拒了 你具体交司法复合 极大概率的 你是会获得法院支持的 因为这里面出现了明显的 签证官的这个工作上的错误 明明是一年就够了 他非要人家两年 把人家给拒了 那这种当然这种情况很少见 这种情况属于和尚念错经的情况 对吧 非常非常少见 而且及早发生 绝大多数的申请司法复合呢 是第二种情况 就是申请人认为 他签证官给出的拒签理由是不合理的 明明我觉得我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我不行 这两者存在主观上的认识的不一致 存在不合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法官就会结合申请人提交的材料 和移民官在系统里面的这个签证笔录 来判断他的这个处理签证的过程 是否合理是否合法 那在我讲的这几个故事里面 其实不论张同学 还是上次的巴基斯坦的那位小姐姐 他们其实申请的 学签手的材料做得很好 所以但是他们 他们本人呢 其实某种程度上 或多或少都有些硬伤的 巴基斯坦的那位小姐姐是大龄 有前科 并且呢 他是道读的 然后今天这个张同学呢 他年龄虽然不大 但是他是跨专业跨的 也是很明显的 所以他们或多或少都存在硬伤 但是呢 加拿大的这个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签证官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呢 你拒签人家必须 你的拒签理由 你的拒签决策过程 必须是合理 必须充分的权衡和分析 申请人提出的所有材料 因此啊 有了这样的规定 才为这两个人司法复合成功 留下了这一地 我一直在说啊 其实签证官啊 他们也是人 某种程度上 他们干活的时候也会偷懒 甚至呢 他们也是欺软怕硬的 他们有的时候一看到 哎 大龄的 跨专业的 学历倒读的 并且你材料做的是乱七八糟的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专业的准备的 大笔一挥直接拒签 但是呢 以笔法 法律它并不允许签证官 直接一棍子打死 他们呢 法律要求签证官在拒签的时候呢 必须做足够的权衡和分析 就是吧 大龄 跨专业 学历颠倒 倒读 都不是法定的拒签理由 签证官必须从这些事实 经过合理的分析 得出申请人可能在 可能的留学目的存疑 或者滞留 或者经费不足 只有这三个理由 只有这三个理由 才是真正的可以拒签学签的理由 那如果说签证官他比较懒 他懒得打字 然后呢 也懒得在那个拒签笔录里面 写下太多的自己的这个推断 和解题的过程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 你匆忙的把一个人给拒了 如果对方去法院去做司法复合 这个时候签证官很难在法官面前 去自圆其说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他们签证官 某种程度上 他也存在种族歧视的 有些签证官会 这历史上面也发生过 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子 就是有一位签证官 在审理一个非法移民的 这一个案件的时候呢 他们在系统里面 用大喜的英文字母 留下了歧视性的语言 然后呢 申请人调党 把他的签证笔录调出来之后呢 直接到上法庭 最后呢 那个案子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然后呢 以移民局败诉而告终 所以大家记住啊 签证官他也是人 也有好人坏人 也有勤快和偷懒的 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破绽 也有自己就是工作 没有做到位的地方 但前提 你要想打赢这个司法复合的官署 你自己的材料 必须做得非常周全 所以啊 由此可见 司法复合这个流程呢 其实跟申请人本身的 自己的实际情况 没有太多关系 有的人是大龄的 有的人是道毒的 跟这个没有太多关系 更多的是法官 在给移民局的工作 挑毛病 在今天的这个案子 张同学和以前的 那个巴基斯坦的案子里面 如果说签证官 勤快一点 把工作做足 引进据点 就明确的分析出来 他这个跨专业 确实是不合理的 他这个大龄留学 然后呢 确实可能导致滞留 他把这个话 写得再周全一些 然后百事实讲道理 在他的签证笔录里面 多写一两段字 多写一两段文字 那很有可能 这两个人即使打官司 他也没办法去获胜 绝大多数司法复合 可以获胜的原因 还是因为签证 并不是因为 你申请人的大龄倒读 这个跨专业 是可能获得签证 而是因为 在处理你签证的 那个签证官 他自己偷懒 他自己工作没有做到位 那记住啊 司法复合的结果 即使法院支持你司法复合 也会把你这份申请材料 原封不动的 交给另外一个签证官 再去重新处理 但并不代表着说 你重新处理 就一定会签证获批 你碰到第二个签证官 也许那人比较狠 也许他工作比较认真 他给你完完整整 写了几页长的 拒签的理由 那这时候 你还是会被拒签 然后你再去打官司 说不定就赢不了了 所以大家一定注意 这个司法复合 它的重点 重点是放在 这个签证官 是否工作存在漏洞 存在疏漏的 而不是说你自己的条件 有硬伤的 就一定可以获胜啊 等等的 那对于我们 对于申请一面的人来说 特别是你自己 有硬伤的人 需要注意几点 第一 你提交签证材料的时候 你的申请材料 和知识性文档 必须是越完整越好 越齐全越好 在申请学签 公签的时候 一定要附上解释信 然后说明自己完整的 学习或者工作的计划 那签证官 他有责任 有义务去阅读 你提交的每一页的材料 他少读了一张纸 都有可能 变成你今后去打官司 去质疑他的 这个工作不完整的 这个漏洞 所以说你记住 你材料是越多越好 越完整越好 那有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准备签证材料 准备这个解释信 就像是T组手门一样的 你需要用你的材料 和你的这个解释信 来封堵所有签证官 可能攻击你 可能质疑你的角度 你说我这个 在加拿大有亲戚 没错 有亲戚可以帮助我 更好的念书 好把这个角度就封死了 你说我没钱 那我付上所有的存款记录 所有的缴费凭证 把缺钱的记录也封死了 你说我这个读的专业不合理 那我就讲一堆各种各样的道理 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只要你写了 那么他攻击你 他攻击你的难度就会变大 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住 千诚官也是人 他们也是欺软怕硬的 看到材料准备的很乱七八糟的 那看到这样的软柿子 那他们肯定毫不犹豫的 就把你剧了 看到材料准备的 很专业的 很完整的 这个解释信 写的非常周全 滴水不漏的 他们觉得 具这样的人 找不好以后会有问题的 说不定 大笔一挥就让你过了 这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水岭 谁能过谁不能过 但是你材料做的越周全 你的解释信写的越全面 你的签证通过的比例 就会大幅度增加 然后我也是觉得 其实签证官的工作 每天就是写这种各样的拒签理由 有的人真的是偷懒 就不愿意多写 我个人感觉开着玩笑 这样的工作 他们签证官的工作 早晚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 人工智能 读取你的所有签证材料 然后通过数据库的比对 给你根据你的情况 写出拒签 或者通过的 如果是拒签 人工智能列出来的理由 肯定比签证官 手工写要更加完善 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就说 签证官他只要是人 他就有偷懒 他一旦偷懒 你就可以抓住他的破绽 去法院上面去告他 但是我们的目的 不是为了告签证官 我们的目的 是让签证官看到一份完整详细 并且准备的非常周全的材料 让他觉得拒这样的东西 是有难度的 那他就会让你过了 所以这个就是 签证啊 背后处理的这个逻辑 那大家还要记住一点 就是一旦被拒签之后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在当天 得到拒签通知的当天 就去立刻化悲痛为力量 赶紧去调党 去调签证官的拒签笔录 那调党的时间 调党处理时间的35天 这里面有的细节什么呢 如果说你要去打司法复合 当你人在加拿大境内 得到拒签通知的时候呢 司法复合的提交期限 只有15天 从收到拒签 到提交司法复合的这个通知 递到法院是15天时间 然后你人如果是在境外的 那么你这个 你的递交司法复合的时间 是60天 所以这里面是有时间限制的 越早去调党 就越早容易拿到 签证官的这个拒签笔录 就越早会对你帮助你 去准备这个打官司的材料 另外呢我还要想再多说一句 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不良的中介 他告诉你你被拒签了 实际上你没被拒签 这是为什么 就是我已经不止一次的 看到这样的案例了 就是你准备了一堆材料 让中介去给你申请学签 甚至去申请什么 投资移民之类的移民签证 过了半年 中介告诉你说你被拒了 然后呢附上一封这个拒签的 这个照片或者是文件的屏幕 有些情况下 当你的中介告诉你 你被拒了之后 并且他没有给你一张 一个完整的PDF 或者扫描的拒签信的时候 这时候你一定要跟他 要完整的拒签文件 为什么要完整的拒签文件 有不少黑中介 他们是这么干的 收了你的材料 收了你的钱 放在办公室里面扔半年 什么都不干 然后半年之后 PS一个拒签信 告诉你说你被拒了 然后钱也不退给你 你等于什么的 你等于就 就白浪费了准备材料 准备签证的时间 然后浪费了半年时间 那这种情况下 你需要拿到那个 完整的移民局的拒签信 并且拒签信上面 有一个UCI编号 通过UCI编号 你可以调挡 你才知道你自己 是不是真的被拒了 这个事情已经 在我这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 有人来问我 说我被拒了 然后呢给我看了一个 拒签的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什么呢 是一个屏幕的截屏 然后呢一看这个东西 就是PS出来的 就是假的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是比较 比较那个 怎么讲 比较比较敏感的 但是你被拒了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去调挡 去查到你自己的 真实的这个拒签的 整个的完整的记录 好 那大家对 如果说对留学 对学签申请感兴趣的 我会附加几个 以前讲过的视频 在今天视频背后 我会做几个链接 然后呢下一次的视频呢 我会开始换一个话题 我会讲永久居民 在加拿大做移民间 相关的一些官司 如果说你在加拿大 五年之内没有住满两年 丢了枫叶卡 怎么办 那丢了枫叶卡 是不是可以跟加拿大 也去打官司 也去适当的去距离力争 那从下个视频开始呢 我会讲跟保留枫叶卡 有关的这场官司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